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启动40天全球禁食祷告 华夏日韩回家聚集祝福列国 耶路撒冷重现朝圣之路 墨西哥地华纳的奇迹之旅 台湾众教会在去年启动三波为国禁食祷告 整整一年下来就有180天有跨宗派 跨教会跨地区的合一祷告 远然已经形成一波祷告运动 为了使祭坛的火不熄灭 祷告的手不下垂 继今年2月28号严肃会之后 将在今年8月17号再次启动 第二波的为国禁食祷告40天 现场为您邀请到国度转化网络 寇商案牧师来跟我们谈谈 牧师平安 平安 凯莉平安 大家好 在今年我们在启动第二波为国禁食祷告 在这个时机点上有什么样一个提醒 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 当然此刻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面对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最关键的事情呢 刚才凯莉有提到 去年有三波40天40天 后来100天的 180天的这个禁食祷告 那在这个禁食祷告当中 到底看到什么结果呢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神做很奇妙的事情 第一波禁食祷告之后 我想大家还记得 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对于三个公投案 一点把握都没有 觉得说有可能通过吗 第一波通过了 第二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连数要很高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有可能达到吗 第二波祷告完不但达到 而且是加倍 加倍的拿到那个连数书 然后第三波765万 我们得到这么高的一个票数 但是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爱家公投 不会是台湾唯一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台湾面对非常多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些面对这些重要的一些事项 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其实不止台湾 我相信整个华人 大家都在面对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回应 刚才讲到说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今年的下半年 面对2020年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可是关键的时刻 这件事很多人在讲说 到底要关键多久啊 好像我们20年前就在讲关键时刻 怎么现在还在关键时刻 到底什么事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 圣经里面你会看到说 耶稣 从耶稣的 为耶稣铺路的施血 他说天国尽了 耶稣来了 也宣告天国尽了 耶稣派门徒们出去 也要他们宣告天国尽了 那2000年过去 到底天国什么时候来 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说 我好像只是喊一个口号而已 就好像一个姊妹 一个妇人怀孕了 从他怀孕到他生产 他就是有十个月的时间嘛 就是有那个长 但是看起来说 怎么讲了说 要生了要生了 怎么都没有生 但是事实上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他就一直连那个 离那个生产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我也相信台湾真的在面对一个越来越接近的 更加关键的一个时刻 明年 我相信在2020的111号这个大选 不只是大选 这一件事情 我相信明年我们会面对更多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事项 面对这些关键的事项的时候 我们到底用什么来回应呢 去年我们发现 当我们众教会一起起来祷告 看见改变 不可能的就变成可能 不可能通过的通过了 不可能拿到的联署书拿到了 不可能的票数760万我们得到了 我相信神不只是要我们面对一次爱家的公投 神在教我们台湾的众教会一个功课 我们真的认真起来 同心合一的祷告 我们会看见改变 所以我们呼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呼召说 我们再有一波40天的进食祷告 所以在宣告严肃会这样的一个意义 或者是弟兄姐妹要怎么样一个共同的参与呢 其实严肃会 在圣经里面我们最多看到的是在跟着祝鹏节 在那个欢庆之后 其实那个最后的高潮是严肃会 但在约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当国家遇到一些重大的事项 重大的一些事项 不管是天灾是人祸是战争 重大的事项的时候 神给一个应许说 我们就起来 起来对这个世代宣告 宣告进食 然后召开严肃会 召聚国中的长老和所有的百姓 一起起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 后面就让我们看见说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兴起接管这些又大又难的事 这是圣经里面 在约尔书里面 约尔书第一章 神自己给他的选民的一个应许 我们也相信 今天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也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 在我们所教掌所踏的这块土地 遇到这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起来宣告严肃会 所以在今年的8月17号 礼拜六号早上一早九点钟 大概到下午的一点半左右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会有一次招聚全台湾各地的教会 一起来参与 那你说全台教会怎么样参与呢 我们有一个会场是在台北的林郎山庄 但是那里大概几千人就坐满了 过去几次的经验就是说 真的就是我看到大家是那种 跑得来大家挤进去 然后有人是推着轮椅进去 我都觉得好感动 就是大家感受到那个迫切 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 但是以全台湾来讲 我们有154万的基督徒 不可能都挤到林郎山庄 因此我们会有直播 我们会有直播 教会可以成为直播点 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个人呢 其实你可以上YouTube去 我们也会有直播 那你可以在直播上面跟我们一起祷告 不论你在北中南东 甚至离岛甚至海外 如果你关心这块土地 我们就一起起来祷告 8月17号早上9点到1点半 我们中间进食祷告 所以中午那一餐 我们是持续祷告下来 那么一次的祷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是 其实8月17号只是一个启动 这个启动是要带下后面的40天的祷告 从8月20号到9月28号这40天 我们全台湾的基督徒 众教会我们呼召大家一起起来祷告 面对2020又大又难的一年 我们说过去这一年 2018年神你怎么样恩待我们 2019年我们持续祷告 我们要看见2020年 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 我们不要等 到了2020那些大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又很后悔说 怎么会这样的结果 我们现在不祷告 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个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很多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一起祷告 我们要看见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 是 空师那在这几波的禁食祷告的推动当中 您的看见是什么样一个基础 让众教会可以这样子跨中派的参与 我觉得那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工作 你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父亲是传当人的教会长大 60年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说 我们要一起 我们要一起 可是常常就是觉得教会好像是 是个小群 是个弱势 为什么呢 无论如何我们也有154万的 怎么会是小群弱势 可是当我们失去合一的时候 大家分散一盘散沙的时候 你根本对这个世代是没有影响力的 但当我们当然合一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是影响力 而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能够体会 你看约翰福音17章 耶稣最后为我们的祷告 为合一祷告 合一真的太难了 要竭力保守 什么叫竭力保守 就是用最大 用尽你的力气去留住 那个圣灵所自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合一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这段时间 我觉得神在台湾 真的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透过一些难处 大家知道我们不能够在各自做各自的 我们需要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警醒 好像诗篇23篇里面讲说灵魂苏醒 我觉得真的耶 只有神能够把我们叫醒 好像前几天地震 好像风灾 我们都求神让这些灾难减到最低 但是我们也求神透过一些灾难 好像把我们摇醒一样 让我们有一个灵力的苏醒 发现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起来祷告 我觉得上帝在做这样一个合一的工作 以至于你看这几次一呼召 大家就加入 神真的在台湾做奇妙的事情 这几波下来 看看台湾教会在这个祷告上 已经形成一个运动 牧师你要不要分享这样一个意象 我们讲说有一个活动跟运动 活动不一样 活动就一次 我们办一个圣诞的晚会 活动 但是运动是什么 我们办圣诞的晚会之后 发现说我们要传福音 然后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传福音 它成为一个运动 一个运动是持续的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活动 它带出一个持续的影响力 和持续的行动 我也看见 神正在台湾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透过一些又大又难的事 我们根本无能为力解决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相信 不只是爱家公投 不只是一个婚姻的议题 家庭的议题 神要在台湾做的事情是更大的事情 而神好像透过这些困难 像一个地震一样把 我想那天前天早上 大家大概都是那种 在睡眠当中突然被摇醒过来 我也求神透过一些难处 一些可能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 教育上的 文化上的两岸关系等等这些的难处 让我们可以醒过来 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需要持续一起祷告 神正在做一件奇妙的工作 去年180天 换句话说平均两天就一次 180天 一年365天 我们都是在想 怎么可能 但是神就是做成了 因为大家都感受到 在那个迫切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起祷告 而此刻我们也相信 面对我们接下来 一定有更多又大又难 还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这些问题 我相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神要带着台湾 进入他对我们的命定 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主同行 我求神是恩 让台湾不失去神对我们的命定 谢谢牧师 祷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谢谢主 8月17号严肃会是在台北林梁山庄 9点开始 为了扩大参与 在我们新闻节目的官网上 也会有相关的资讯 会包括主办方的网络直播连接的网址 欢迎海内外的教会 能够一起来申请远距直播 一起来为国家守望